我前世世的舔狗 我为他送上数不尽的礼物和金钱 只为了得到他的回眸一笑 可即便我用尽了光和热 也依然打动不了他的心 后来 我终于在绝望中给他转了我身上所有剩余的财产 然后跳进了冰冷的浆水中死了 深夜的浆水真冷啊 冻僵了我的身体和灵魂 再一睁眼 我忽然又回到了一年前 这一次 我发誓再也不做舔狗 深夜 刚刚打完一把游戏 早已经疲惫不堪的我 忽然看到手机里跳出一条消息 这个月的零花钱呢 怎么还没转过来 熟悉的头像 熟悉的语气 医治器使得理所当然 似乎我如果不给他钱 就是大逆不道 罪该万死一样 是他 柳如烟 我上辈子最爱的女人 如果没有上辈子的记忆 我现在就会想也不想的把钱转过去了 毕竟 我上辈子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可是 我还清晰地记得 几分钟之前 我跳进冰冷江水中的刺骨寒意 还有他让我有多远滚多远 不要耽误他寻找幸福的可恶嘴脸 我一腔滚烫的情意 都为了狗就罢了 到头来 我究竟获得了什么 他看向我的眼神 如同在看一只对他摇尾起人的哈巴狗 没有尊严 更得不到怜惜 幸好 或许是老天爷也看不下去 我又重生了 站在了一切悲剧还没发生的原点 一切 都还来得及 出于无尽的反感 我条件反射一般的 想要将他拉黑 拉黑这个让我长受无数苦难的女人 可我又突然硬生生地停住了动作 因为我猛然惊觉 如果只是这样做的话 那实在是太便宜他了 老天爷竟然给了我重活一世的机会 我要让这个自私自利 冷血无情的女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所以到了后来 我对他说的话变成了 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礼仪廉耻 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滚 有多远滚多远 电话那头的柳如烟半天没有动静 估计是被我毫不留情的骂声给惊呆了 他很快就打来语音电话 我没有立即接通 而是站起身来给自己冲了一杯咖啡 然后才在他第三次拨打的时候 按下了接听键 接通后 他迫不及待的声音立即就响了起来 带着明显的颤抖 你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 你别以为自己就是什么角色美女 我不吃这套 do you understand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再给你一分钱 你也不要再打电话过来骚扰我 我的话很明显气得他够呛 语气里全是不敢置信 你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居然这么敢跟我说话 你吃错药了 还是发什么神经 我发出一声不屑的冷笑 满是嘲讽的说道 你当我不敢 你以为你是谁 天仙下凡不成 滚 有多远滚多远 以后不要再跟我联系了 美得让人恶心 我警告完之后 用力挂断了手机 将他狠狠扔到一旁 但只过了不到十秒钟 语音请求的声音 立即就响了起来 此刻我怎么可能去见 于是一口气响了三四回之后 柳如烟终于放弃了 不过他是换了一种方式 不死心地发来好几条消息 你给我等着 给我等着 你以为你是谁 敢这么对我说话 有本事你就别找我求饶 到时候 就算你跪在我面前磕头求饶 哪怕是磕破了脑袋 跪上三天三夜 我也不会再多看你一眼 我记得很清楚 在上辈子 他也一直用这样的话来忽悠我 甚至是恐吓我 而身为忠实舔狗的我 也如他所说的那样 过不了多久 又会主动服软认输 主动找他道歉 还会奉上道歉礼物 到了后来 甚至为他的冷漠和无情 万念俱灰 一头扎进了冰冷的江水里 最可气的是 跳江之前 还将手上最后的钱 一分不胜的 全都转到了他的微信里 可以说 他把我拿捏得死死的 完全吃定了我一半 但现在当然不一样了 死过一次的我幡然醒悟 这一世 我决定要好好地为自己活一回 我再也不会被他影响 而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拥有真正属于我的人生 我听着他威胁的话 只觉得十分可笑 我的回复毫不客气 柳如烟 你别又来忽悠我 我现在可不是你这套 你有本事就别找我要钱 你嘴里口口声声地说 看不起我 结果天天找我要钱 要礼物 你知道你这样的行为 叫什么吗 表里不一的绿茶表 没错 这个词语 就是为你这样的女人准备的 你就是他们其中 最接触的代表 我最后再说一遍 以后你别再找我要钱 我给不起 就算有也不会给 因为给你还不如拿去喂狗 从此以后 我们一拍两散 最好劳死不相往来 而且这样 彼此的面子上多少还能好看点 你的明白 我如同发泄一般 噼里啪啦对着手机好一顿输出 扔下手机的那一瞬间 我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太他妈爽了 上辈子我给他转了无数次的钱 逢年过节更是大把的礼物送上 自己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 能省则省 但他还是贪得无厌 一次次地找我要钱 为了满足他对金钱的渴望 我甚至还要同时打好几份工来赚钱 每天晚上下班后 我摆过地摊送过外卖 到了后来还做起了游戏带恋 因为我的智商和努力 我甚至还在游戏带恋界里 有了不小的名气 也算是赚了一些钱 但也因为这个 我为此错过了一家游戏公司 给我递来的橄榄枝 从头到尾只能做一个 生活在暗处的游戏带恋 只因为这样来钱快 我如此卑微的付出 在他眼里却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 他丝毫没有考虑过我的未来 带恋终究做不了一辈子 就算后来我我凭着在游戏界里的名声 做专业带恋之后收入也不错 可终究比不上大公司 带给我的机会和安全感 更何况 我做带恋赚的那些钱 也全部都给了他 自己仅仅只留下了一些必须的生活费 甚至有好些时候 我连一份麦当劳都吃不起 我是真的傻啊 傻到了极点 可即便是我这样对他掏心掏肺 也没能换来他对我的一点好脸色 在他的眼中 我就是的提款机 连密码都不用按的那种 真是可悲 我发誓 我好不容易重活一世 我再也不会重蹈覆辙 再也不做卑微的舔狗 游戏公司给我的面试通知 就静静地躺在邮箱里 时间正好是第二天下午 我把客人的单子做完 收到钱之后就洗漱了一下 然后上床睡觉了 我要准备第二天的面试 必须得养好精神 以最好的状态去应对 我不想做一辈子的带恋 毫无疑问 这次面试是我最好的机会 上辈子因为柳如烟 我失去了他 但这次 我再也不会犯这个错误了 结果第二天我才起床 一眼又看到了他给我发来的消息 打开一看 我顿时被气笑了 他的话里全是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只高气昂地告诉我 胖晨 我知道你昨晚心情不好 才会说出那些话 不过没关系 只要你给我买一款最新的LV包 我就不跟你计较 原谅你了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 真是可笑 可笑至极 他竟然到现在都还以为 我会跟以前那样卑微地求他 一款LV包少说也要一两万块 最新款的估计更贵 可是到了他的嘴里 仅仅是让他原谅我的代价 可自始至终 我又做错了什么 我只是因为死过一次 所以幡然醒悟 这辈子不想再重蹈覆辙 做舔狗而已 在他眼中就是天大的错误了 真是可笑又可悲 也不知道他这脑子究竟是怎么长的 我对他再也没有耐心了 在拉黑他之前 我忍不住发语音大骂了他一顿 你以为你他妈是谁 脸那么大 嗨LV 我看你长得像LV 我劝你别再跟我发消息 我不想再听见你的声音 给我滚 有多远死多远 柳如烟的语音又气又急 你 你有病吧 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不知道 是了 今天似乎是什么情人节 要是按照以前 如此重要的节日 我是早早的就会在记事本上记下来 然后要给他送上价格不菲的礼物的 但如今的我对这样的女人厌恶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理他 我反手就把他拉黑了 这样贪得无厌的女人 送给我都不要 嗨LV 那些钱足够我大半年的生活费了 最终 我在考虑之后 把原本为他准备的这笔钱 转给了我姐姐 我还记得 上辈子到了最后 唯一能联系我 为我出声抱不平的就是我姐 她才是真心为我好的人 她一直都反对我和柳如烟交往 也说过无数次让我和她分手的话 说她不是实在过日子的女人 但我从来都听不进去 甚至还觉得她太烦 疏远她 甚至有些憎恨她 而如今 死过一次了我才知道 她的话究竟是多么的宝贵 我把钱转过去没多久 我姐就发了消息过来 语气阴阴 甚至还担心 我是不是吃错药了 我苦笑着解释 我已经幡然悔悟 以后我再也不会因为柳如烟 这么个自私自利的女人 做傻事的时候 我听到了姐姐的哽咽声 那一瞬间 我心里也酸涩地不行 我当然知道 我姐等我这些话 已经等了多久 我这一辈子 再也不会让她失望了 拉黑了柳如烟之后 我就仔细地洗漱整理了一番 然后打了辆出租车去面试了 面试官是个身材高挑 气质干练的美女 穿着定制的小西装包囤裙 戴着一副金丝眼镜 看得出来 她对我的表现感觉还不错 过了没几天 我就能去上班了 但没想到 我才一出门 就被柳如烟堵住了 我看到她的时候 很是惊讶 因为从我跟她交往这么久 她一直对我避而不见 要钱什么的都是通过微信来找我 而上辈子的我 甚至没发现一点不对劲的地方 这次她居然主动找上门来了 要换了以前 我肯定会高兴地跳起来 然后卑微地将她请进去 各种端茶滴水 但这次 我看到她的时候 心里只剩下无尽的厌恶 甚至有种狠狠一巴掌呼过去的冲动 不过理智终究占据了上风 我把这个想法狠狠地摁了下来 我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转身就想走人 但她却上前一步拦住了我 一开口依然是那么地不客气 我没钱了 我顿时就被气笑了 上下打量了她一眼 冷冰冰地反问道 你没钱关我什么事 看来之前我是太好说话了 这才让她不死心地一而再 再而三地找上我要钱 大概在她心里 我跟冤大头是画上等号的 我上次已经说过了 让你滚得远远的 别再来烦我 你是没耳朵还是怎么的 不行就上医院找个医生看看 别出现在我面前碍言好骂 我毫不客气地冲着她一顿破口大骂 她眼睛红红地咬着下唇 竟然显出了几分可怜来 可是今天是我生日 我 我已经答应要请客了 你不给钱 我怎么请 就算你不想跟我在一起了 可我们终究有那么美好的过去 你就不能看着昔日情分上 再帮我一把 借我点钱 我也不要多 五万块 五万块就行了 等我赚到钱 我立即就把钱还给你 你放心 到时候一分都不会少你的 我听着这些话 再一次别气笑了 她这是终于学聪明 知道我的态度今非昔比 所以改用迂回公式了 但就算是这样 我也不会给她一分钱 上辈子发生的一幕幕 如今还历历在幕 仿佛刻在了我的灵魂深处 她口中的这笔钱 上辈子我东拼西凑 是给了她的 说的好听是贱 但实际上 这根本就是肉包子打狗 一去不回头的那种 我好笑地看着她 清楚明白她的打算 心中依然憋着一肚子的火 于是我故意问她 是吗 那我要是不贱呢 不贱 她瞪了瞪眼睛 表情竟然闪过一抹猙獰 威胁到 那我就发朋友圈 发到网上说 你非理我 骚扰我 看来 她今天是非要拿到钱不可了 我沉吟了一下 心里很快有了个决定 行 你生日是吧 那我一起去 她顿时高兴了起来 绷紧的脸上瞬间有了笑容 是吗 那可以 晚上八点 蓝峰会所 没问题 我淡淡地点了点头 这才差不多 她得意地点了点头 看向我的眼神 又恢复了那种高高在上 然后转身就走 我勾勾唇 看着她得到消息之后 毫不留情 迅速走远的身影 心里吃笑了一声 她肯定以为 我答应参加生日宴 就会给她买单 想得美 我之所以过去 就是为了看场戏 算是为上一世 那个为了所谓爱情 卑微到极致 最后连命都没了的 我多少收回点利息 第三章 我为什么要给你买单 晚上的时候 我准时参加了 她的生日宴 为此 我还特意收拾了一番 整个人看起来 精神抖擞的样子 在宴会上 我冷眼看着 她的狐朋狗友们 纷纷狂欢 昂贵的酒水 开了一瓶又一瓶 每一瓶 都是高达四五位数的那种 她甚至主动开酒 嘴里还说着 没关系没关系 今晚上你们的消费 都有人买单 她的朋友们欢呼着 把她簇拥在中间 而她 却跟一个相貌 还算英俊的男人 举止亲密 却连一个眼神 都不愿意给我 这个冤大头 她大大自以为 做得很隐晦 却不知道 我早已对这一切 再熟悉不过 哪会看不出来 她和那个男人的猫腻 有知道内情的人 看向我的目光里 全是同情 我不慌不忙 心里平静无比 此时的她 在我心里 早和陌生人差不多了 我才不会生气 只是让我意外的是 原来柳如烟 她也是个天狗 看着她满脸讨好 那个男人的谄媚模样 就像是看到以前的我 忽然之间 我异性阑珊了起来 原来 以前的我和她 也是一类的人 竟然是那么的卑微 我突然有些厌倦了 找了个空荡 起身走人 我此刻 已经彻底明白过来 柳如烟 之所以老是找我要钱 而且数额不小 原来是为了 那个男人啊 可笑 难怪上辈子的时候 我周围的人 都在明里暗里地劝我 别这么死心塌地 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那时候的我 只认为 这世界上 没人能懂我伟大的爱情 一意孤行地对她好 现在我才明白 原来很多人都知道 她另外有了男人 就我一直被蒙在鼓里 原来傻子是我自己 不过没关系 很快 他们就跟我没关系了 我还有大好的前途 可不能为了 这对狗男女耽误了 我潇洒地走人 虽然没有亲眼目睹 好戏上场 但是我期待的结果 还是如期而至 凌晨 我的手机 就疯狂地响了起来 我只是看了一眼 然后关机 继续睡觉 我用脚趾头想 也知道是谁打来的 会接才是傻子 结果第二天早上 柳如烟这次不打电话了 而是直接堵在了 我家门口 暗响了门铃 我一开门 他疯狂地冲了进来 劈头就对我一顿疯狂地输出 胖晨 你还是不是的男人 啊 说 你昨晚为什么要提前跑了 你知道不知道 我被他们扣在那里 整整一晚上 你不是说好的 会给我买单 你却不声不响地走人 把我丢在那里 成了笑话 你到底 还是不是男人 不就是玩了一晚上吗 这点钱 你也不肯出 我可告诉你 昨晚的消费 你必须给我报销买单 不然我不会放过你 我冷冷地看着他 毫不客气地回对 你有病是吧 有病不会去医院 一大早来我这里避避 我为什么要给你买单 你是我什么人 我答应过你什么 还五万块 我给你五块钱都嫌多 滚滚滚 好狗不挡路 不然我打电话报警了 说有个风雨人 擅闯民宅 他显然是被我这话 给彻底气疯了 狠狠捏着拳头 瞪着我 胖沉 你在这样的话 信不信我永远不原谅你 我哈哈笑了起来 拍着胸口说道 哎呦 永远不原谅我 我真是好怕怕啊 来 你老实告诉我 昨晚那的男人是谁 说实话 我说不定就会答应你的条件哦 怎么样 想不想试一下 我还是很好奇 他准备怎么和我解释 他和那的男人的关系 我想知道 他到底能无耻到什么地步 因为我记得上辈子 这个男人的身份 他同样不是什么好东西 果然 他痴疑了一下 脸色变换着 支支吾吾地说 什么 什么男人 你究竟在胡说什么 第四章要曝光我 看吧 到现在他还想骗我 他对我说的话 有一句是真的吗 我摇摇头 再也不看他一眼 转身就赶人 滚 滚出我家 我不想看到你 否则我真报警了 我不顾他的挣扎 硬是把他赶出去 然后就准备关门 看到我如此坚决的态度 他顿时就急了 不不不 我说我说 他 他是我好朋友 真的 只是我的好朋友 我知道了 你在吃醋是吧 你在吃醋 他忽然又神采飞扬了起来 笃定我是因为吃醋 才对他的态度这么恶劣 我知道错了 你放心 我以后再也不和他来往 真的 我保证 所以 昨晚的消费 你赶紧给我报销了吧 怎么样 看看 才没几句话 他的目的就暴露了 我不懈地赤笑 厌恶地说 你知道不知道 你说谎话的这样很恶心 说完 我转身要关门 我还得上班呢 那是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机会 现在还是试用期 可不能因为他而出现任何纰漏 结果没想到他顿时急了 抓着我的门框不肯放手 朝着我大喊着 你说谎 说我说了他的身份 你就给我钱的 你说话不算数 我回头看向他 无语地摇头 你耳朵真有问题是吧 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帮你报销 给你钱的 还有 你真的跟我说了实话吗 他顿时乍毛地跳了起来 大声吼道 你说话不算数 我要曝光你 我吃笑一声 不懈地撇了撇嘴 你曝光啊 尽管曝光 我看到时候谁会同情你 一个捞女而已 她的种种做派放到网上 只会有人骂的份 怎么可能会有同情她 我一点也不担心这个 最后我关上门的时候 她还跳着脚大骂着我 什么你不得好死 你这样对我迟早要后悔之类的话 我当作什么都没听见 把她打发走了之后 我就去上班了 我不想把我宝贵的 来之不易的时间浪费在她身上 以前的我眼界狭小 只看得到她 如今我死而复生 眼界开阔之后发现 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精彩的事 美好的人等着我去注意 以前的我真是太蠢了 因为没有像上辈子柳如烟 让我分心的缘故 我在公司里的表现非常好 被上司大大夸奖了一番 还专门给我批了一笔不菲的奖金 奖金什么的还在其次 如此巨大的成就感 是我上一时从来未曾体验过的 我的心情为之逾越了好几天 但没过多久 我就看见了朋友们给我发来的视频 发视频的人是我好哥们杜安 我们同样是带恋 平时交情很不错 他发了视频给我还不算 又认真的问我 你不是和那个女人在交往吗 难道是我眼花了 我点开视频一看 跟我预料中的一样 那是柳如烟和那个男人的亲热视频 虽然没有什么露点镜头 可认谁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和那个男人的关系绝对不简单 早已经超出了普通男女朋友的关系 我顿了顿 平静地说 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 跟我没关系 我早就和他分手了 结果端激动的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你认真的 老天 你他奶奶的总算开窍了 真是值得开香槟好好庆祝一番了 我跟你说 那个女人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分手分得真是太明智了 你知道不知道 她其实一直在拿着你的钱养着这个小白脸 那可是真真正正的血汗钱 游戏带恋究竟有多苦 也只有咱们这些从业者能知道了 哈哈 我就知道你没那么蠢 总有一天能幡然醒悟 现在好了 你及时止损 不会再便宜那个女人了 看来果然是人人都知道柳如烟 拿我做冤大头养了小白脸 我的表现很平静 并没有他预料中那么激动 多安不禁有些惊讶了 连忙问了一句 你其实什么都知道是不是 我直接表明了态度 是 我知道 不过这已经和我没什么关系了 我和他分手 他就算跟一百个男人上床都跟我无关 如今的我只想着努力工作 实现曾经的理想和报复 不辜负重来一次的时光 第五章 舔狗不得好死 而且 我也知道 柳如烟喜欢的那个男人叫姚辉 根本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我等着看他的下场 我的豁达让杜安根佩服 隔着电话也给了我一个大拇指 夸我是个真男人 有气魄和胸襟 我笑着骂他 我本来就是个真男人 不过话又说回来 自从我重生之后 拒绝了柳如烟三番四次的要求 他似乎终于感觉到了我如今的态度不好惹 已经许久没有出现在我面前了 我的日子终于变得平静下来 我在工作上表现得很好 不一会就被提拔成了小组长 我对我如今的生活很满意 那幽深冰冷的江水 似乎已经离我越来越远 但杜安那家伙似乎不是这么想的 他和我不一样 依然还在带恋圈子里打转 也因此 网上的消息 比如今的我灵通不少 几乎天天都有新瓜给我吃 然后过了不了多久 他就神秘兮兮的对我说 你知道吗 如今那个叫做柳如烟的女人 日子过得一点都不好 哦 我一边打着游戏 头也不抬的回了个字 那是我对柳如烟谨上的耐心和好奇 他如今在我心里的分量 只有这一个字而已 多安却不知道我此刻心里所想 继续兴致勃勃地说道 有人昨天看见啊 他把很多包包衣服都在网上挂了二手 价格便宜到爆炸的那种 他这是没钱了吧 我看你倒是很关心他 怎么 看上他了 想追他 我随口问了一句 带着一丝野鱼 多安立即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不不不 我才不要那样的女人 那种人一看就是掉进前眼里了 我眼睛瞎了才找他 啊 不好意思 我没有再内涵你 我叹口气 顿时连打游戏的心思都没有了 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说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多安嘿嘿一笑说 吃瓜呗 不然还能怎么样 要我看啊 他是没钱养男人了吧 我可是听说 那个男人压根就不是什么正经东西 天天骗钱 有人早就网上挂他了 我挑了挑眉头 淡淡地回了一句 是吗 见我似乎感兴趣 多安就兴奋地跟我科普了起来 原来那个姚辉其实就是的大骗子 仗着长得还算不错 就到处招摇撞骗女人的钱 等到把他们的钱榨干 就头也不回地分手找下一个 而柳如烟的钱多半就都送给他了 我真是诧异了 我确实知道 那个姚辉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我真的不知道 柳如烟居然昏头到了这种地步 多安那家伙 在学校的时候 就是个喜欢八卦的家伙 到了如今更是口沫横飞 说的那叫一个眉飞色舞 我听说 现在他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嘿嘿 为一个男人上头到这种地步 可真是要命啊 他说 柳如烟不但给他花钱 甚至连自己的衣服包包 只要是值钱一点的东西 都挂在咸鱼上卖了 钱跟流水一样的送到了姚辉那里 我还特意上咸鱼看了看 果然看到他的号挂出的东西 都是我曾经送他的礼物 什么大牌衣服 名牌包包 手镯名表之类 都被他折价出售 我看着他那比原价便宜一半还多的售价 心里不由的一阵冷笑 柳如烟啊柳如烟 当你在我面前指高气昂的时候 我是怎么都没想到 你居然卑微到了这种地步 我真是的大傻子 彻头彻尾的大傻子 上辈子我只知道赚钱给他送钱买礼物 却一点都不知道 他居然为了讨人家的欢心 底线能低到这种地步 那时候的他 可是比现在风光的多 毕竟 那时候的我如同中了邪 拼命地榨干自己 不遗余力地给他花钱 而如今 我已经幡然醒悟 不再给他钱 他却是放不下那个男人 只能卖东西卖包包 满足对方的需求 估计这些钱 已经都一股脑儿地到对方手里了 而我很好奇 等到他把东西卖完之后 又该怎么办呢 舔狗不得好死 我等着他的凄惨下场 第六章三观再次破裂 如今柳如烟过得不好 我就觉得开心 不是我没良心 我上辈子的阴影太大了 我如今工作顺利 升职之后按照惯例 我请我们小组的成员 周末出去喝酒 小小庆祝一下 到了酒吧里 我给男组员开了几瓶酒 又给小组里唯一的女孩子 莉莉 要了一杯低度数的鸡尾酒饮料 她接过那杯漂亮鸡尾酒的时候 好看的脸颊微红了红 莉莉长得挺漂亮 为人温柔沉静 工作能力很是不错 是那种喝柳如烟 截然不同的女孩子 最关键的是 我已经发现 她在看我的时候会脸红 我低声说 你要是不会喝酒就别喝 换杯饮料也可以 她的脸更红了 小声地跟我说 她的酒量还可以 说完就急匆匆地喝了一口酒 结果不知道怎么的 刚一喝完 手忽然抖了抖 剩下的酒水 撒在她的裙子上 红色的酒液 在白裙上显得格外显眼 我和她都傻眼了 啊 不好意思 我去下洗手间 看着她红扑扑的脸蛋 窘迫的样子 我赶紧站起身来 对她说 我送你过去 她看了我一眼 没有拒绝 组员们看到这一幕 都轰笑了起来 催促着我们赶紧过去 其实当时的时候 我也没有别的想法 只是觉得酒吧里 鱼龙混杂 有些不放心而已 但莉莉的脸色 一直都有点发红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慢悠悠地在走廊那边 等她从洗手间里出来 结果才一转过眼 却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的眼神顿时停住了 那是柳如烟 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而且 她身上的衣服 为什么这么破旧 神色为什么又这么憔悴 没错 就算她如今化了的大浓妆 我也看得出来 在厚厚的粉底之下 她的气色真的不算好 她正在纠缠一个 明显一看就喝多了的男人 男人满身酒气 不正经地把手搭在 柳如烟肩头揉捏着 眼中贪婪的目光 任谁一看 都知道她在想什么 怎么样 听清楚我的提议没 只要你陪我一晚 我立即转账 还犹豫 我看得上是你的福气 听见没 长得歪瓜裂枣的男人 看样子恨不得现在 就把她拖进包间里 为所欲为 柳如烟摇头 看起来一副很激动的样子 不不 我只是说陪你喝酒 没说做别的 我不去 他妈的 光喝酒不赔睡 给人玩烂的贱货 还假清高起来了 是吧 那人觉得被她拒绝很没面子 气得大骂 完了还不解气 将她狠狠一推 转身走了 柳如烟被狠狠推地撞上墙壁 发出冬的一声闷响 那声音 泽泽 一听就很痛啊 我冷眼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心里只觉得十分畅快 我曾经宁愿失去生命都求而不得的女神 到了如今居然沦落到这种地步 真是太让我开心了 这就是她的下场嘛 果然恶人自有恶人魔 不过 我依然还是小看了她们的奇葩本质 就在莉莉从洗手间里出来 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忽然从一边的角落里冲出一个男人 直奔柳如烟跟前 仰手就给了她狠狠一个耳光 那清脆的声音震惊了我 随即我就看清楚了 那个男人赫然就是姚辉 只见她指着柳如烟一顿破口大骂 你怎么这么没用 啊 连这点钱都赚不到 我要你做什么 我告诉你 今晚你要是再赚不到钱 你就给我滚 有多远滚多远 滚得越远越好 听见了没有 我身边不差你这样的女人 草 没用的婊子 我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姚辉居然会家暴 甚至还让她去赔睡赚钱给她花 我没听错吧 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男人 话说光这样已经很奇葩了 可更神奇的是 到了这样的地步 柳如烟居然还抓着她不放 一边哭一边求饶 对不起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现在就去赚钱 你不要赶我走 她随即又冲着旁边看不下去 准备来帮她的路人大吼 这是我们的家事 关你们什么事 都滚开 那模样 恨不得现在就要为姚辉跪舔鞋子一般 不得不说 我的三观在此时又碎裂了一次 我知道柳如烟居的恋爱脑 但真不知道 她居然昏头到了这种地步 原来 她为了姚辉 真的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那舔狗的模样 简直比我前世 对她还要夸张几分 真是可笑又可悲 第七章走投无路 后来我又眼睁睁地看着姚辉变了脸色 对她说了几句好话 就让她破体微笑 又心甘情愿地去寻找下一个目标了 姚辉笑眯眯地看着她勾搭男人赚钱 却没一点丢脸的感觉 牛逼 真是太牛逼了 我在心里对这对渣男贱女竖起大拇指 对他们佩服的五体投地 我由衷地觉得 他们才是天生一对 应该紧紧锁死 这辈子都不要分开 免得再祸害别人 后来的闹剧 我早已经没心情看下去了 而且 我也不想让柳如烟发现我 以她现在的脑子 看到我之后 也不知道会闹出什么动静来 我身边还有同事呢 但没想到 我只避开了这么一次 过了没几天 她就不知道怎么的 又出现在了我家门口 我如今一看到她 就想起了昨晚在酒吧里看到的那一幕 她那放浪行骸的模样 深深地硬刻在我脑海中 这让我一点都不想和她说话 只是多看她 哪怕是一眼都觉得会脏了自己的眼睛 她是真的会让我感到恶心 所以我干脆当作没看见她 面无表情地走开 她一把抓住我 面色狼狈地说 胖臣 我求求你 我走投无路了 求求你帮帮我 放开我 我厌恶地看了她一眼 退后几步 与她拉开距离 我从骨子里排斥她 才不想跟她有什么接触 谁知道这些时候 她在外面乱搞的时候 有没有染上什么病 她有些尴尬 此时对着我已经没有之前的高傲 苦苦地哀求着 求求你 给我点钱吧 不 不是给 是借 我会还你的 一定会还你的 求求你借我一点钱吧 就当是行刑好 我真的需要钱 借钱 我冷笑着 你不是会赚钱吗 怎么 到现在还是想着我的钱 我告诉你 想得美 我就算把这些钱 拿去捐希望小学 又或者扔给渐变的乞丐 也不给你 你当我是傻子 还是三岁小孩 那么好糊弄的 她拿了我的血汗钱 转头就给了那个男人 花着我的钱 养小白脸这种事 都做得出来 她居然还敢跟我要钱 真不知道 她脑子是怎么想的 你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之前明明你不是这样的 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男人 你曾经对我很好的 她的脸色扭曲着 双眼通红 不甘心地冲我咆哮起来 快告诉我 你是不是变心了 你现在喜欢上了别的女人 是不是 我看到了 那天晚上 我看到你身边有别的女人 哦 原来酒吧那个晚上 她看到我和莉莉了 我十分平静地看着她 丝毫没有她意料之中地慌张 哦 那又怎么样 跟你有半毛钱的关系吗 柳如烟面目猙獰 恶狠狠地威胁起来 我 我 我不管 要是你再不给我钱 我就到网上发小作文 发照片 说你 QJ我 我让你身败名裂 让你进局子 她不顾一切地喊着 神色疯狂 我勃然大怒 从我们认识到现在 我们真正见面的次数 不过几次 而且基本上 都是找我要钱的 要完之后 她转身就走 仿佛跟我多待一会儿 对她来说 都是一种煎熬 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连她的手都没摸过一下 她居然要告我 QJ 看着我的脸色 她得意地笑了 怎么样 怕了吧 我跟你说 只要我去报警 再到网上说一说 你猜你现在的工作 还保得住吗 我也不要多 十万 十万就行 等我一拿到钱 我马上就走 再也不来找你 怎么样 这个价格很便宜吧 我定定地看着她 忽然像是不认识她一样 这就是我上辈子 爱到了心坎上 甘心为她 亲近所有的女人 她是如此的贪婪 贪财 短视 为了别的男人 甚至还会污蔑我这个 一直对她掏心掏肺的人 她还是人吗 还有心吗 而我 居然还曾经 为这样一个自私 到了极致的女人 挑将自杀 我是有多蠢啊 而她 依然还在滔滔不绝 得意洋洋 我知道对你来说 十万块就是九牛一毛 你随便带恋几个月 就赚到了是不是 我跟你说 柳如烟 我深吸一口气 神色认真的打断了她 沉生说道 我问你一件事 你能不能回答我 她微微愣了一下 随即挑了挑眉头 你问吧 只要老是给钱 什么都好说 看在以前你还对我不错的面子上 我也不想为难你的 我压下心底的火气 咬牙说道 我记得 我之前给了你不少钱 你要什么我买什么 甚至你说想安定下来 我还出钱给你开了个花店 如今 这些东西呢 钱呢 花店呢 它们都到哪里去了 第八章 爱情的滋味 我一句句话 我一句句的逼问着 让她神色闪烁了起来 不 不是 我 我 她支支吾吾了起来 脸色胀红 局促不安 半天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看着她的模样 冷笑起来 曾经我给了她不少钱 大排衣服和包包 精品首饰 高级香水化妆品等等 这些就算了 后来她对我说 想要安定下来 不想跟人打工受气 我甚至还花了好几万 给她盘下了一间花店 我那时候还幻想着 等未来有一天 我们结婚了 一起经营这家花店 过上神仙眷旅一般的日子 可如今 东西没有了 花店 估计也没了 果然 我听见面前的她 迟迟一一地说 花店 花店生意不好 已经转让出去了 果然是这样的结果 我冷笑一声 追问道 是吗 那钱呢 都去哪了 我上下打量了她 一番寒酸的打扮 终于决定再不给她面子 尖锐地问 是不是全花到 那个摇灰身上去了 你怎么 她冲口而出 又觉得失言 狠狠地咬住了下唇 硬生生地 将话给咽了回去 看着面色恍然的她 我淡淡地说 我怎么知道 这件事的对吧 有句话叫做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当你和姚辉的事 没人知道是吧 在你心里 我到底是有多废物 才会让你觉得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问你一句 你和我在一起 到底有没有一点点真心 你是不是到现在 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对吧 我自嘲的一笑 我因为长期打游戏 不运动 身材有些胖 所以给自己取了网名 叫胖臣 而柳如烟 也从来不问我的真名叫什么 也跟着人们这么叫我 而我的真名 她也从来没有问过我 就这样的无情无义 只想着如何从我身上要钱 各种压榨我的女人 我以前居然把她当成宝贝 真是可笑又可悲 幸好老天爷仿佛也在为我不值 于是大发慈悲 给了我重来一次的机会 面对我的尖锐质问 柳如烟张了张嘴 终于哑口无言了 我 我 我懒得听她辩解 挥挥手说 我真不想听你的那些话 反正都是骗人的 我只说一遍 以后你别再来找我 我不会再给你一分钱 你要是敢再来 我就让你把以前的钱 全部都还给我 这些年下来 零零总总总有个十多万吧 别把我逼得不耐烦了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我本来不想要她还钱的 只当那些钱喂了狗 可她真的太不知好歹了 找我要钱养小白脸 但凡是个男人 就忍不下这口气 就这样 柳如烟找我要钱没要到 倒是反过来 被我狠狠威胁了一番 这次过后 她似乎终于消停下来 很久没有出现在我面前了 我专心投入工作中 顺便在闲暇之余 接一些带链的单子 我的名气放在那里 借的带链单子价格不菲 工作上因为我足够努力 加上业务方面也算精通 做起来顺风顺水 不断升职加薪 没了柳如烟之后 我的生活终于好过了起来 虽然依然不算什么有钱人 但至少生活质量 已经有了显著的提升 比如时不时的就会去一趟麦当劳 话说干我们这一行的 大多都挺喜欢这种洋快餐 因为方便快捷 而对于曾经的我来说 吃麦当劳其实是一件 很奢侈的事情 只是每次吃炸鸡的时候 杜安总是很嫌弃 说什么热量高 小心又长胖的话 我每到这个时候 就只是笑了笑 没有出声 没有经历过我上辈子 凄惨情形的她 自然不会了解我的执念 曾经连一顿外卖都吃不起的我 炸鸡就是我心中的执念 如今有了机会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如今的生活呢 只不过 我的身材还是渐渐地消瘦了下来 因为有人盯着我运动减肥呢 就是莉莉 每天中午上班之前 她就约着我去公司的健身房里健身 她的笑容很甜 看向我的眼神里 似乎有着闪亮的星星 这让怦然心动的我 稀里糊涂地答应下来 每天老老实实地跟着她运动健身 风雨无阻 就这样 在我的身形 渐渐恢复到了正常人模样的时候 我也收获了爱情 当我问莉莉 问她为什么会喜欢上我的时候 她羞答答地告诉我 因为在有一天下班的时候 看到我特意买了猫娘 喂路边的小动物 那时候她就觉得 我一定是个非常温柔 非常有爱心的人 我听完紧紧地 把她搂在怀中笑了笑 并没有告诉她 我其实并不喜欢猫狗这样的小动物 总觉得养起来太过麻烦 当时看到那只 瘦骨灵循小猫的时候 想到了上辈子的我 动了侧影之心而已 一样的凄惨 一样的没人关心 可能哪一天 她无声无息地死在哪个角落里 都不知道 就如我上辈子的下场一样 曾经的我和她同病相连 这让现在的我 怎么忍得住 对她视而不见 只是没想到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善举 竟然让我收获了 这样弥足珍贵的爱情 于是我们决定 等到结婚的时候 如果那只野猫还在 我们就收养它 给它一个安全的避风港 莉莉听完之后 眼睛亮晶晶的 狠狠亲了我一口 爱情的滋味真是太美好了 第九章代价 随着我们的努力工作 再加上我以前的一些积蓄 莉莉也出了一部分 我们买下了一套小房子 作为婚房 重新装修号之后 我和莉莉结婚了 我布置了一个热闹的婚礼 请了我所有的 亲朋好友来管理 我姐姐看到如今的我 高兴得不住擦眼泪 她对我说 她前些时候总是做梦 梦了的我 依然是那么的胖 不说 还爱柳如烟 那个女人爱得死去活来 最后甚至还为了她 跳江自杀了 当时 这个噩梦 就把她给吓醒了 还好是个梦 不然我得哭死 姐姐说这话的时候 还心有余悸地拍了拍胸口 又嘱咐我要好好地 和莉莉过日子 那女孩一看就是个 嫌弃良母 我嘴里笑眯眯地答应着 心里却不住地诧异 我姐这是梦到了前世吗 而在一边的八卦达人杜安 听到了支言片语 兴致勃勃地凑了过来 你们在说什么 柳如烟是吧 你们知道她的消息吗 不等我们回答 她就眉飞色舞地说了起来 原来经过上次之后 柳如烟的日子 更加难过了起来 她为了摇灰 不但把手里 之前的东西都卖了 连花店都转让了出去 这下子就彻底 没了经济来源 后来 她又去别人店里打工 结果没几天 就偷了人家的现金跑了 我听到这里 简直是麻木了 柳如烟似乎一直都在 刷新我的下险 后来呢 我忍不住问了一句 后来啊 当然是被抓住了 多安眉飞色舞地说 她偷的是人家老板 准备进货的货款 整整十万块 人家一报警 第二天就被抓了 据说啊 她被抓了之后 还不肯说钱去哪了 还是跟她住在一起的摇灰 顶不住压力 露出了破绽 我仔细听着杜安的讲述 后来的事情 就简单起来了 柳如烟被抓了之后 似乎一开始 还不愿意供出摇灰 可无奈 说不出货款的去向 这么一来 摇灰就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里 抓住她之后没几下 姚辉就交代了 在那时候 事情还只是个偷窃案件 结果没想到 惊喜在后面 姚辉被例行检查 发现她居然是个 吸粉的瘾君子 而柳如烟给她的钱 大多数都被她拿起买粉吸了 甚至姚辉还交代了 跟她同时保持暧昧关系的女人 足足有七八个之多 而且 事情到这里还没完 还没完 不光我姐 连莉莉都被杜安的话吸引过来了 杜安嘿嘿一笑说 她不但是尹君子 后来还被查出来 她得了那个爱字 不但是姚辉 柳如烟也没逃过魔掌 一起中招 杜安局子里有人 所以能拿到第一手的消息 据说当时柳如烟知道 这个消息时候 尖叫声能震破房顶 可那样又能怎么办呢 时光不能倒流 而她势必也要为自己的恋爱脑 付出应有的代价 第一是张报应 我以为这辈子 我都不会再看到柳如烟了 但没想到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看到了她 那时候 我已经成为 有游戏公司的中层员工 手底下有大几十号人 可谓是意气风发 而莉莉的事业 也进展得很不错 收入不菲 我们还有了个可爱的女儿 周末的时候 我们一起去逛商场 准备给女儿买些衣服 走到转弯处的时候 看到一个摇头晃脑的玩偶 正在被人欺负 玩偶是只最近很火的青蛙 衣服厚实 带着大大的头套 大热天里 玩偶被一群不懂事的孩子 推到了墙角 动弹步的 又被这些熊孩子 使劲拍打着 嘴里发出砰砰声 很快 孩子们被家长骂骂 咧咧地带走了 可对于被欺负的玩偶 竟然一句道歉都没有 玩偶青蛙狼狈地站了起来 大概是热得不行了 她脱下了头套 一转头看到了我 我愣住了 她也愣住 玩偶里的女人 虽然发丝凌乱 满脸都是汗水 满脸都是苍白的憔悴 可我依然认出来了 那就是柳如烟 原来她已经被放出来了 她看到我的时候 眼睛亮了一下 又像是触电了一样 狠狠转过头 眼中似乎有泪光闪过 她不敢看我 我忍不住叹了口气 没想到柳如烟到了如今 只能做这样的工作 她曾经是那么神采奕奕 光彩照人 似乎不把任何人放在眼底的 如果当年她能珍惜身边的一切 又怎么会有这样的下场 就在这个时候 似乎有个领班模样的人上前 对着她就是一阵呵斥 谁让你上班时间把头套拿下来的 我转身走开 却依然能听见她依稀的辩解声 我是太热了 刚才还有孩子抖乱 不热轮得到你来干这活 孩子怎么了 孩子不老实 你就忍着 带上 不然你就滚 不不不 别赶我走 我现在就工作 我听着摇摇头 曾经的柳如烟居然落得如今这样的下场 真是报应啊 而我 居然会为这样的女人放弃宝贵的生命 真是不可思议 幸好我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而且还让我拥有了如此美满的生活 老天还是厚爱我的 我抓住身边妻子和女儿的手 慢慢地走进商场 将一切过往都抛到了脑后 再见了 我的灰暗过去 你好 阳光明媚 充满幸福的未来 全文完